你今天刚过来 没有没有 过来有一阵子了 有一阵子了 对 也是来我 Music Radio 很多次 每天也是匆匆往忙 上次是从天长过来的 上次是天长过来的 对 对 就是拿三个大奖 来 先我们媒体朋友 先说一说 就是 很开心的 就是 很开心 终于可以用音乐的方式 跟大家回来见面了 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也谢谢 Music Radio 给我这么大的荣誉 对吧 谢谢大家 所以那个头发是自然调数吗 自然调数 这已经来的第七回了 我在等根部慢慢自己长出来了 对 因为她讲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一直在不停的 晚上洗澡会脱发 好 我们那个媒体朋友 一直想问 然后从最近那里 好吧 我们就不定话筒了 好吧 诶 现在您发的四头 听说 可能最好的是 暧昧和我害怕 这不是在你预期当中的吗 不在 哈哈哈 那你预期可能最好的一首歌 应该是每首歌 动物世界 郭鼎写的 刚刚郭鼎有过来采访吗 是是是 她上现场好好听哦 很难听到她上现场 好好听哦 哦 特别一声 我还有一个问题 讲问 您就是说 从初约者开始 您的歌感觉好像已经跳出了 有一部分歌已经跳出了 琴歌的圈子 就不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然后您前面也说过 说以后可能 恋爱这个事就不考虑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这个方向会成为 你以后写歌的一个主要的关系吗 也会 其实是影射 如果你听出来 初学者里面有两句话 影射的话 那也很厉害 我一直在影射 因为不敢写太多 但是高尚也有啊 对对对 对影射嘛 就提一提就好了 那有歌迷说 高尚 他们都觉得高尚 写的是你自己 但是你后来又否认这个事 那高尚到底是写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呃 我觉得因人而已了 但是一开始的初衷 真的不是写的我自己 我觉得是 苦难的生活者 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一面 有些人比较直接 他会很直接的为了生活去做一些事情 我描写的其实是那个 其实倒是不是我自己 但后来大家觉得是我自己的 我觉得 诶 反正回头想想 也觉得我也蛮像的 也OK 但是我这个人是卖艺 不卖身 对 好 OK 下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孙老板 现在这个已经火到了 就是你的歌 就是各种被翻唱 然后之前看有被翻唱成 那个名歌版本的 你微微有转 看到以后是什么感觉 觉得还蛮好玩的 其实说实话 那位老师唱得很好 他一定 我一定唱不过他的 他只是那种改变的方式 呃 我第一次听的 我觉得很惊讶而已 但你说他真的做得有多不好 那真不是 他在那个领域其实做得挺好 而且是唱得很好的一位老师 我觉得蛮好玩的 我是不建议任何人翻唱的 而且我不会向他们收费 就蛮开心的 就是现在当了段的手里头 火得不要不要的 包括歌也是再次就是特别火 然后就是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跟你出道的时间 其实就是差不多长 但是没有你火的人 你能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吗 建不建议他走你这个路 不敢不敢不敢 就是我觉得 我运气好 我运气好 其实我还有一些 能搞笑的能力 其实说实话 如果我今天光靠音乐一路路走过来 其实也未必能说今天能成功 只是因为我还有另外一面 展现在大家面前来说 我运气好 我还有一点点 机制采放算是 希望大家就是坚持吧 因为音乐这个东西 看本质的 任何的花哨 任何的 你用的任何的包装方式 都是假的 回到本质就是你音乐好 大家听到你一首 二首 三首的时候 到第四首你就好 就是这样 就保证每一首歌的质量 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每一件事情 刚刚魏晨有说自己 就是他自己也有幽默的这个细胞 然后说这个也是各种段子 看好他吗 看好他看好他 他最近都胖成那样了 能不考上 跟我一边胖了呀 中年人好容易胖的 吃什么都胖 好谢谢 还有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那边那边 声音大一点 来 你穿的是睡衣吗 没错 有 其实今年的会做完这首巡演以后的同时 我会下半年做四首歌 然后呢 我特别大言不惭的 想在下半年的时候去拍一部 自己想要拍的电影 或者是偶尾电影吧 或者是往去 是不是起菜已经定了吗 应该是 起菜已经定了 对 但是是可能是我自己想拍的 我自己会做剧本 然后做导演去做一件事 可能下半年的重点是这个 对